其实我很想选紫棋姐 因为之前在另外一档节目里面 是紫棋姐把我复活的 对 但是我最终没有进入到紫棋姐的战队 所以说 我们复义 没有 所以 我给人复活了 不进来我那 没有 所以现在就是很想 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对 好 下一位 马老师 王老师 最不会说话 随便选 马老师今天在那摔了一跤 这怎么 真的脏 我给你担呢 我给你担呢 其实我都行 也都可以不行 因为这首歌我听 我自己一个人唱 对 这可以 言下之意 就是你们我都看不上 对 在座的诸位 你们不配跟我一起演出 让你们也就是休息 把这个 但你别忘了 你是要跟我们合作的 万一我们不好好合作 咱们肯定是不能好好合作的 好 下一位 万老师 我知道 好 都说了 也是这样的 同样 我也可以都选 我也可以都不选 选的话 郭麒麟哥哥 或者弟弟哥哥 就这样 对 对 郭老师 郭老师 谢谢万老师推草 对 理由不用说吧 你只需要说 不想不选别人 对不对 对 感觉你们岁数大 你们激不住词 因为跟其他一些老师 身高不太 就是不太参差不齐 所以在舞台上 画面不是非常亮配 站一块 比比 站一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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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么聊的话 我接受 来 你读开 我们三姐妹 这种理由对我来说 是一种褒奖 我是不是 麒麟 你把你的整刀掉 我有那个刀 我也有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也有 我不想脱 别脱 挺好 特别好 让我们来听一听 艾夫捷尼老师的 艾老师 只有压轴 艾老师 艾老师 我还以为 最后一个压力会很小 艾老师今天也摔跤了 是吧 眉毛都摔开了 我也不知道 你们在 艾老师界有什么地位 反正我跟艾夫捷尼 是合作过的 吃个火锅就在合作 在床上合作 对 选的话 心目中 肯定是 首先是 宝贝姐 为什么 因为我跟宝贝姐之前 有合作过在一个舞台 然后我们本来 这还不长记性 你还不长记性 你都没有问我在干什么 我上一个舞台在走秀 然后大厂你走一下 这个舞台 我贝贝姐在 是吧 就撑住了 撑住了 然后有那种潮流的感觉 我觉得是 游上我们就在一个潮流的舞台 对 那你忘了我们也见过吗 我们也见过 你再看我们一起 没有 对 一起烧过的烤 你忘过我们一起吃过的虫子了 对 他为我吃虫子 对 所以说我选这开 因为火锅好吃 还是火锅印象深 其实 你现在你看 有一个高龄的一个男生 谁也没选他 有点不行了 现在 那就请四位歌手来领取你们的信封 一个一个拆开 我们看一看你们自己的分组和搭档 究竟是谁 结果大失所望 王老师先来吧 好的 王老师 我要说帅吗 你不告诉我 那谁跟你眼睛 咋练的 郑凯和邓子琴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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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 segregated 完了 这是李昌老师 王菲菲老师 好 乃娃刚才发出了酱水 乃娃刚才发出了酱水 她发完了那个声音 我觉得好像是舞 那我分析是一开始的沙哥 一打开就 怎么了 倒是一口凉气 你不满意吗 是我们吗 谁啊 我看看 你先等会 你是不满意还咋的 对啊 我看看谁啊 是我们 我和郭琪琳 那绝对了 但是沙哥没法了 我和郭琪琳就这么差吗 没有 乃娃选择的是 对 沙依老师和宝贝姐 我想狂问你一下 你那个倒抽一口气是什么意思 我喜欢乃娃 不是 你看 我们穿的都是粉色的 我们都是粉色的 你看 就爆居心了 绝对 他们就是提前做了一些不该做的功课 就是故意的 我们 是不是不想选我 就是我 就是我 不想那个选的 就是我 就是我七四肩 我就自作先这个劲子 来来来 不用 你在那边吧 我去 我去 嘿 大家好 我是奔跑把商城导公园 JC 本期的奔跑把黄河篇 由李晨 Angela Baby 郑凯 沙依 蔡许坤 郭琪琳 一起跑进中国的黄河沿线 重要城市 体验黄土高原 淳朴的风土民情 展现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 描绘黄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的文化之美 最近 我们浙江卫视奔跑把官方频道 也推出了一些周边产品 当然 也包括我身上这件卫衣啦 这件卫衣 面料用的是纯棉 而且版型也非常不错呢 关键是上面还有我们奔跑把的logo 日常搭配或者是宅家当居家服 都非常OK 简直百搭且诚意满满 在新年之际 买给你的另一半当作礼物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后续奔跑把还会推出更多的周边产品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关注啦 除了卫衣 还有其他的周边产品 等着大家挑选 请点击下方链接图标 奔跑到我们频道的官方商城 等下来吧